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各位早晨 来到7月4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ETI市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有所乐门集团投资及ESG 泰区总监王妖宗Andy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Andy 早晨大家好 美股星期三个别发展 很加标展蓝指油创的新高 中概股指数升超过3% 行资一期升过8点 今天应该上回18000关 稍后问Andy如何看最新的市况发展 当然Andy上来也要问你 很了解的Tesla 最近升得很厉害 究竟如何部署 大家有个别股票疑难 欢迎WhatsApp 留言给我们 电话席96133819 或者可以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点名字和上文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外围市况 美国独立日假期前夕 美股只有半日时 ADP、小飞龙、ISM、服务业数据等转弱 美国十年期债息跌穿4.4厘 美会指数曾经跌大约0.6% 下市105的水平 市场都观望联储局议息会议记录 美股星期三个别发展 道市前升后跌 曾经跌100点 收市跌23点 报39308点 标指升0.5% 报5537点 纳指升0.88% 报18188点 纳指和标指再创新高 英国星期四举行大选 欧洲股市全线做好 英国股市升0.6% 法国和德国升超过1% 欧元升大约0.6% 日元连续三日创38年新低 商品市场方面 金价曾经升1.5% 油价升大约1% 超电美股方面 Tesla升势持续 股价星期三再升6.5% 行政总裁马斯克将会在星期四 今日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表演讲 将会展示Cybertruck和新一代人形机械人 NVIDIA升超过4% 苹果升0.6% 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计划出售总值50亿美元股份 亚马逊股价跌1.2% 亚马逊股和ADR的表现 阿里巴巴和百度比港股升2% 亚里至算部73.7.7% 京东比港股收市升1.6% 网易和美团升0.6%至0.7% 腾讯至算部380.8.8%升0.4% 亚马逊股控股ADR 乃至算部68.57% 比本港收市价高0.6% 友邦升0.7% 港交所升近1% 车股做好比亚迪升近1% 为小里比港股升4%至近8% 接着先招造外围市况 导致期货变度不算很大 39627.9点 纳资期货都是轻轻偏远 至于亚太区股市方面 普遍都向好 其中日本股市升0.4% 日景平均指数40,751点 升100 跳作价位40,768点 升187点 南韩股市升幅动近1% 澳洲市升1% 新西兰未升0.1% 恒指黑企的表现 都升到过百点 先和Eddie谈谈外市况 昨天美股半日市 今天今晚会放假 所以交投其实是相对淡静的 但是消息面也不是没关注 例如昨天美国公布了 一系列的经济数据 例如刚才所说的 就业数据 ISM那些 都好像有一个 经济转弱的情况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 最近市场的气氛都OK 所以大家都去看 减息与期升温 另外联储公布了 最新议息的会议记录 显示官员认为 通胀有进展 但不足以令当局减息 仍然都在等待额外的信息 当然我们星期五看了 非农数据 如何看减息预期 是否持续 可以利好到美股呢 因为反过来看 我们由年头说到现在 其实一直都没有减息 还是美股其实都是反复上升的 那你如何去看减息预期 这个因素呢 其实我觉得在减息 或者加息预期 好像你刚才也提到 其实今年是很反复的 曾经有 大家想着年头减很多次息 甚至去到第二季 四月底的时候 大家曾经说到要加息 是的 但是大主族 我们都尝试不断去 跟大家去分享 就是说其实这段时间的大趋势 是应该减息为主的 是的 差点是时间的问题 但是为什么呢 其实最重要就是 在一个减息的背后的back rub 就是大家觉得 虽然通胀未必达到目标 但是都是越来越近 或者叫做大家看到的趋势 是有些放缓的 是的 而最重要的一个位置就是 我们相信央行应该 今次要大胆一点 就是去做一个 就是预期性的一个减息 就是去保护着经济 现在我们看到一个重点就是 经济是明显是 真的有些放缓的数据 那例如 就是刚才你提到的 ISM那些 尤其是在ISM里面 其实过去两个月 其实如果在一个製造业上面 相关的数据 其实原本已经是放缓了下来的 那之前就是靠服务业去顶住 谁知道今次的服务业 都突然下跌得 就是除了比市场与其中 就是突然收缩 就令到市场更加担心 就是叫做 就是叫做 就是经济 是不是真的已经开始 真的明显见顶回落了 那第二 就是关于 so far 现在看到的那些劳动市场的数据 那其实 虽然有时候 就是说 initial claims 不算太夸张的 叫做反复 就是 但是最重要 在持续的 claims那里 就其实已经是很明显 趋势又再向上客 那这个动作呢 就给大家觉得 现在找工的人 是难找了 是的 那就是大家会见到 其实就业市场 都有些 就是明显开始有些冷却的气氛 所以你说 向后望 反而非龙数据 或者 其实可能大家会着重 就是看 失业率是否真的收到4%呢 只是要再差一点呢 那 应该会是慢慢差一点的 再加上消费上面 大家 就是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过 其实前两个月 大家在家庭的讨论里面 其实都已经见到 大家是觉得 对于这个劳动市场的收入 是会有偏淡一点 所以 未来的消费应该是 都会紧一点的 是的 这些呢 其实就不是昨晚才出现的数据 那大家应该有留意开 就是 就是我自己的分享里面 都有不断去提到 其实这几个月是慢慢发生着 好 那重点了 会减息 是不是一定会利好 还是不利好 之前都已经有 特地透露了 起码成两个月的了 就是不断去 就是叫做manage 就是去管理大家自己的预期 那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加息还是减息 对于那个美股 是不是真的好 还是不好呢 就是之前都说了 未必关事的 是的 最重要的背景就是 经济是纵使又放缓 但是不是烂的 不是烂出来 就是不是一个很恐怖的衰退 这个才是重点 那么 so far 暂时 刚才我说的一系列的东西 看不到 至少在这个季度 就是第三个季度 我们未见到 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衰退的情景 所以就继续似远 或者继续维持住 好像之前的说法 现在像90年代初中后期那段时间 是的 就是 会是 叫做 可能我们会见到一些少少减息 但又不会减得很急 是的 那之后究竟再加还是再减呢 就是后华 但是因为经济就不是衰退 而当时候股市 就算之后是再有加息 其实股市也是向上走的 是的 所以都是看经济不是太差 大家就看企业的盈利面 那 整体来说 中线我觉得是利好美股的 是的 那我就补充了一点 短线会不会回调 如果你暂时看着技术分析 很多朋友会害怕 会有一些短期的 就是 背驰 顶背驰 是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 首先守住 就是可能由4月走上来的 短期的上升轨守住 我就觉得 技术走势上 就不是太担心的 是的 那第二 就是如果大家去看 就是 美股 为什么我会说中期上 我不是太担心呢 就是因为始终 无论企业盈利面 仍然还有一个增长 第二就是 大家经常说市欢 是的 很多人说 现在很集中 其实 我不去看一天半天那些 那么 仍然还是一个中期升浪 是的 所以我觉得在几个角度夹杂 大家可能会预期 美国的经济不是太差 但是应该会减息 你想想 就算过去两个星期 就是 大家在看花旗 美国的经济指数 嗯 那些人现在就找回来 哎 原来过去大半年 其实一直是向下走的 甚至是负数 那么 很有趣的 刚刚 遇到刚刚 就是没有很多新闻 没有很多其他 KOL 出来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么 其实我再早几 就是那时候 再早几天 就刚刚搞 就是帮一个机构 去做一个 internal training 那么其实那时候也有 刚刚有展示了这一幅图 那么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是比市场预期差 但是那些数据是不是真的 absolute 是不是真的很差 不是 那就是似什么呢 我们估计就是 根本现在所有的消息 所有的趋势 是帮着联署局打开门 对 你减息一下 对 所以整体来说 就是我现在的看法 就算是 就算有回调 都是短期的调整 都是一个中线整固的 逢低级纳的机会 是 Andy 也有年头开始 也是这个的看法 那么最近就算是数据 都是一堆 不是显示美国经济 突然间转得很差 只是可以减息 就是又可以减息 经济又不是太差 就是最理想的状态 那么 待会会问 那究竟第三个 大家的选股如何 但是先要问一个 焦点的个股 就是Tesla 因为Andy 大家都知道 一直都很熟Tesla 那么很厉害 7年升的股价 如果说在近期 短一点的消息面 就是前天公布了 第二季的交付数据 好过预期 虽然交付两年 连续两个季度下滑 但是其实一年来 首次是超出市场预期的 也有44万4千架 另外就是人形机械人Optimus 估计会首次亮相 更是在上海举行的世界人工战林大 也有数据 对 但是 进行大 再次 再次 进行大 需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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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